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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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你好 我是仔絲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現在的我不想上班 一行只講打電動 前面的廢話我就跳過 有什麼想要宣導的 或是想要講的 現在新Game報已經不是一個月一次了 下次再說就好 最近比較貪玩一點 我們就開始吧 第一款 巴比倫的雨落 由白金工作室開發 S1適合於今年的3月3號發行 白金工作室大家應該不陌生 就曾經開發過《尼爾自動人型》 和《魔兵驚天路》 是一家做動作角色扮演作的 相當出色的開發商 這是一款四人共鬥的動作遊戲 遊戲類型可以把它想像成魔物獵人 只是看起來戰鬥好像沒有像是 魔物獵人那樣的困難 同樣有著打寶製作等要素 擁有豐富且龐大的劇情 特別的幽默畫風 以及優秀的打擊感 是這款獨特的賣點 不過目前看起來好像評價並不太好 只有不到58的好評率 不知道問題出在哪 且依照SteamDB的資訊 首日上限只有不到1000人遊玩 就解寶石的時候看了一下 3月7號下午 只有350人左右 看起來似乎是真的不太妙 另外遊戲有所台灣區 目前台灣的玩家不靠VPN是玩不到的 那既然這款遊戲目前在台灣還玩不到 那麼是時候跟各位介紹一個讓你突破地區限制 輕鬆玩你想玩的遊戲 追你想追的劇 看你想看的片的萬用神器 Surfshark VPN 透過這個工具 就能替自己的隱私進行加密 同時保護你的連線位置 也絕對不會留存你的個人資料 而且只需要僅僅一個帳號 就能在Windows、Mac、安卓、iOS、Xbox、PlayStation 網路電視等幾乎所有平台的應用程式 同時使用 像是我此生最愛的情境喜劇 也曾經在美國下架 甚至引發DVD的搶購槽 現在不用那麼麻煩了 只要輕輕鬆鬆點擊幾個按鍵 讓你再也不會看到這些頁面 如果你還在猶豫 Surfshark VPN 不只有30天保證退費的機制 讓你能夠無風險的試用之外 現在輸入我的專屬折扣碼 L.I.C.E.M.O.O. 還可以馬上獲得 17折的超殺優惠和3個月免費試用期 只要點擊資訊欄內的連結 就可以馬上體驗 L.I.C.E.M.O. 第二款Skabay Blocks 由Skabay Ninjin開發 同公司於今年3月3號發行 原價45塊 3月10號之前打八九折 只要40塊 這是一款類似涉及脫衣的彈珠遊戲 這種遊戲小時候很常玩 任天堂和大型機台都有 可是一時間想不起來 這種遊戲的名稱類型是什麼 每一關都會有幾個階段 每次可以集贅的衣服 布料都不同 雖然走的是像素風 依然可以看得出來製作者的用心 那這款我自己有買 認真說娛樂性還是不錯的 就是圖啊 並不能說真的可以拿出來用 想說買個小品休息的時候 打發一下時間 這款可以買 第三款 Battlecry of freedom 自由戰吼 由Flying Skoro娛樂開發 同公司於今年3月2號發行 原價318 八折特價之後只要254 上市特價持續到3月9號的凌晨2點 這是由19世紀美國南北戰爭為舞台 讓玩家可以自由的加入北軍或是南軍的 多人殺和射擊的歷史軍事模擬遊戲 遊戲中有許多不同的武器模式可以選擇 除了遠程武器以外 近戰武器也是其中的一個特色 會有樹枝、鏟子、錘子、鐵槍等武器 也有遠程火炮轟擊的系統 目前遊戲已經發售 評價在大多好評和極度好評的分界線中跳 也就是79%到81%左右徘徊 觀察了一下評價 遊戲性似乎是很不錯 但是優化的部分就差強人意 有不少人提到優化的問題會需要改善 這是目前比較大的負評點 第四款 Natalia 由Magic House開發 今年的3月2號發行 小黃油啊 目標客群是女性向的小黃油啊 小時候就很喜歡看少女漫畫 看到這個就讓我想到 小時候看杜賴優雨的夢幻遊戲 哇每個男的都帥得像是一個貴族出身 那女主角看起來就是天生灑白甜的那種個性 今後啊 可能有看到這種類型的 也會介紹一下 看看有沒有辦法 多拉一點女性的觀眾 總是也要為他們謀一下福利 你們說說是吧 第五款 破壞裝置 由Radiant Games開發 同公司於今年的3月2號發行EA版 哇 這一款的評價不得了 目前的好評率是超過150篇的 98%極度好評 上價折扣到3月10號 原價318 9折只要286 最近啊 紓壓破壞型的遊戲超級多 但是目前看起來 這一支的成績最為亮眼 你可以開著不同的載具 對建築物進行破壞 不論是要開車去衝撞建築 還是要吊著鐵球爆打破壞 都有各種選擇 從預告片看就有說不出的紓壓感 讓我想到有一段時間 很喜歡看Netflix上面的 超暴力激鬥實境秀 就是一堆人坐遙控機械車 在那邊彼此破壞爭冠軍 那這款除了可以用預設載具以外 也可以擴編車輛的組件和運動方式 而且官方表示對於物理破壞 有更完善的處理 難得看到遊戲有物理標籤 但是玩起來沒有煩躁感的遊戲 第六款Cold Keeper 由PugStorm開發 Sort Out於今年3月8號發行 EA版 這款是高關注度的小品遊戲 是不是很久沒有玩到沙盒類型的遊戲了呢? 這款有隨機地圖 讓你可以在廣大的地底洞穴中探險 在洞穴裡面開採遺跡和資源 可以打造基地 藉此鍛造裝備、種植植物和製作料理 兼具生存和探索、建造等精神時光物的要素 隨著達到的素材 會影響到你的開發進度 從初期只能夠拿小火把和小鐵槍 到中後期可以建造工作台和發電機 解鎖新的科技 還可以撥撒種子、種植植物等 遊戲內容十分的充足 而且可以支援1到8人童遊 這兩天就上了 有興趣玩生存探索的朋友 可以相互通知一下 第七款 Have a nice day 由Magic Design Studios開發 Gearbox於今年的3月9號發行 我印象第一次看到的時候 不知道是E3還是去年的The Game Award 動作感、畫面感和打擊感 都極佳的動作類ROG 而且走的是灰斜可愛的畫風 雖然手持鐮刀 但是使用技能的時候會變成長矛 看起來有大量的角色成長 技能搭配要素 還有我最喜歡的能力三選1 雖然說推出的是EA版 但是3月如果有10個小時的空閒時間 這款是這次新電報中我最想買來玩的一款 第八款 花落東洋 由觀象草圖開發 同公司於今年的3月9號發行 這款是國產的戀愛文字冒險遊戲 去年的時候 有在Twitch上面介紹試玩過他們的遊戲 對我而言 和其他戀愛遊戲最不同的地方在於 他的故事發生在台北東區 嘿啦 就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 一些東區街頭的畫面 捷運站的門口 特別的有帶入感 遊戲中包含千帆、雪劍雙女主角路線 除了豐富的劇情和精緻的插畫以外 還有全程中文語音 如果你是平常就會玩視覺小說類型的玩家 遊戲也有DEMO的試玩版 這款國產的花落東洋 推薦可以試試看 第九款 喬可波 GP大賽車 由SE色開發 同公司於今年的3月10號發行 這款是Final Fantasy的衍生IP作品 就我們的理解 應該是陸型鳥賽車的續作 只是現在正式翻譯叫Chocobo 那Chocobo陸型鳥和Moguri 仙人掌一樣 是FF的吉祥物 裡面的角色也都是早期FF的經典造型 這種大概就是我比較會玩的賽車類型 就類似瑪利歐賽車一樣 除了競速以外 還有各種不同的道具與魔法可以使用 比起競速來說 玩起來是比較有派對感的遊戲 而且除了可以在賽道上面 吃魔石使用道具以外 每個角色也都有自己的必殺技可以使用 那遊戲雖然是10號才發售 但是現在已經有Lite版 在Switch上面可以免費下載遊玩 第十款《雨中冒險2》DLC 虛空心存者 一樣是HORP GAMES開發 Gearbox於今年的3月1號發行 在愛爾登法環強勢打壓的2月底 僅僅是DLC 目前評價已經來到快要3000篇的 90%極度好評 這次多了兩個新職業 5種裝備 4件月球物品和18件標準物品 同時現在還可以靠著 腐化以往的舊有物品 給予全新的屬性 有蠻多人玩這款 會和朋友一起連線 遊戲目前只需要有一個人購買DLC 大家都可以一起玩 只是只有買的人 可以選擇使用新的職業 而針對遊戲內掉落的物品 也只有購買的人 可以永久性的解鎖 那雖然有點可惜 但是只需要一個人買 大家都可以玩 在推廣上還算是蠻聰明的一招 第十一款《Golden Light》 金色的光芒 由Mr. Pink開發 Hypertrain Digital於2020年7月11號發行EA版 評價是超過1100篇的96% 壓倒性好評 前年的遊戲現在拿出來講 是因為最近快要改正式版了 雖然遊戲標籤中有黑色的幽默 但是每個人的幽默感都不太一樣 我自己是覺得笑不太出來 我的感想是比較偏向 詭異、恐怖、異慾、獵奇的風格 那雖然說是個非常高評價的 FPS Rogue Light類型遊戲 但是這款怕玩一玩會不舒服 我個人應該是會跳過 第十二款《滾蛋把殭屍》 由Zingames開發 Deadly可於今年的3月3號發行 原價269上市折扣到3月10號 只要242塊 那這款雖然說評價數量不高 但是擁有97%的好評率 它的遊戲核心玩法 看起來會有點像是手機上面的遊戲 只是個人感覺還蠻有吸引力的 它不是一般的彈珠台 然後要你解任務、打分數的那一種 而是會有敵人進攻、有技能可以使用 還有不同的角色可以選擇 也有不同能力的Rogalike類型遊戲 技能隨著過關之後可以升級 也有道具可以使用 還有大地圖探索去觸發不同的事件 那這款也是我這一期新電報中 滿有興趣的遊戲之一 第十三款《跑車浪漫旅7》 由Plyphony Digital開發 Sony本家於今年的3月4號發行 25週年強勢回歸的《跑車浪漫旅7代》 最近動作很多 除了3月4號到6號 有在新衣商圈做體驗活動以外 這個週末據說 在台中也會有類似的實體活動 可是對於Sony和賽車玩家 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除了畫面看起來比較漂亮以外 真的不知道這些賽車遊戲的 差異性在哪邊 真的是太不專業了 可是如果大作不介紹 好像也是不行 總之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跑車浪漫旅7代》了 當作新聞看一下就可以了 最後一款 Hentai Girls Content 18家 由Take them Games開發 同公司於今年的3月5號發行 原價45塊 3月12號前打6折只要27塊 評價數量雖然不多 但是有95%好評率的拼圖遊戲 拼圖分兩種模式 一種是兩片兌換 另外一種是先幫你把拼圖擺好 讓你用左右鍵翻轉去調整 遊戲我覺得平凡無奇 就貼圖遊戲的基本玩法 圖的數量和品質是不錯的 打折後27塊有12組圖 我覺得價格算是蠻合理 可是可能有職業傷害 我現在需要帶入感才有辦法使用 不知道有沒有人玩小黃油跟我一樣 原本是不想介紹的 但是想說要訂一個傳統 未來希望新game爆怎樣 每齊尾巴都可以塞一隻小黃油 你們說好不好啊 肯定是好的吧 抱歉 最近依然在拼艾爾登法環 頻道更新的速度變慢了很多 大家稍微忍耐一下 如果覺得無聊 夜店王咖已經有開始更新 我們會盡可能的維持每週一根 最慢兩週一根 有聽到強調語氣 盡可能的 我們會盡力啦 好啦 那這次的新電報就到這邊 真心抱歉 最近玩瘋了 就快破了 會回復正常的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 掰掰